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这两件事都要谈一谈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两个不同的词汇 第一是Bribery 也就是贿赂的意思 第二个单词是Key 这个Key可以当成名词也可以当成形容词 那名词的意思就是钥匙或者是关键的东西 当成形容词的话 它就是形容重要的一件事或者是关键的一个事 好 那我们今天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小同学 Celine同学你好 你好 又是我 又是你了 对呀 Celine同学学得这么好 所以我们天天都要她上来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换一个形式 以前是给大家说一大堆历史什么的 不过今天的节目 我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词 怎么样的发音 然后这个词怎么样用英语来造句 之后我们来谈判一下这些新闻 Democrats accused Trump of criminal bribery wire fraud in report that explains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民主党在弹劾报告里控告川普贿赂和电汇欺诈 哇 这个听起来真是很serious 就是说她控告她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特别是作为一个总统 她是不应该这么做的 对呀 哇 这个很麻烦 那好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词是怎么样说 bribery 老规矩 我先说一次 Celine再来一次 好吗 好 第一 bribery bribery 好 这个不错 这个词其实很简单 当说bribery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Celine这个发音已经很好了 没有什么改的 大家就看我的口型 我再给大家说一次bribery bribery 好 这个很不错 那么下面我用英语给大家造几个句子 然后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bribery 是在美国怎么用的 那么美国其实对bribery这个只是在政治上能用到 因为它是比较重的一个词 就是有些罪名 就是达成了这个贿赂的罪名这个意思 对对 差不多 所以一场生活中如果我们用bribery的话 一般是有讽刺性的 所以我们来用它开玩笑 明白 好 so now I'm going to use English to explain how to make sentences with the word bribery so Celine is a pretty good student but let's say hypothetically that she needs my help with English homework so in this context we can say Celine will use bribery bribery to get professor x to help with her English homework 我可不是这种人 it's a joke it's a joke you do need to say the sentence go ahead Celine will use bribery to get professor x to help with her English homework very nice very nice in this case it's sort of a joke because bribery is a very heavy word that we wouldn't use in this case so when I use it in a friendly situation it can be interpreted as sort of a joke and an exaggeration okay it's a joke it's a joke pretty much it's not too funny but it's meant to be jokingly in a joking fashion so 好 那希望大家对这个bribery词用法 日常用法更多了解一些 那咱们来谈一谈这个通污门这个事件 这个问题 对啊 你觉得这个通污门这个总统会被弹劾成功吗 其实我觉得机会是不大 因为其实众议院在本周 我今天看到早上看到的新闻是 最迟会在本周三的时候 众议院会全院去投票 这个到底通不通过这个对他的一个弹劾的起诉 那么其实因为众议院是民主党控制的一个议员 那其实民主党肯定是 就基本上就是全员通过了 但是去到了参议院 因为是共和党 就是川普的大本营 其实就很难能够说会通过对他的一个指控 因为毕竟在美国还是党派利益 会比这个总统的利益优先 所以就必须要先保住川普再说 因为他毕竟是在下一届总统大选里面 就是胜算算是最高的一个人 要保住川普的话 共和党的一些利益 他们的地位才能够保住 那你觉得这个弹劾他贿赂 这个是对他有帮助 还是对他有怀助 其实我之前有看到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 在这个弹劾案上面 对川普来说支持他的人会越来越支持他 但是讨厌他的人就会越来越讨厌他 所以如果是真的是川普铁粉的话 反而会在这件事情上面更加支持他 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 那当然比如说本来就支持民主党的人 或者本来就不怎么喜欢川普的人 对他们来说川普的形象就是更加坏了 对反正就是有好有坏 但是说老实话这也是算是川普的一个污点了 毕竟也是给了别人一个点去让抨击他嘛 对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他已经是support他的一些粉丝 会对这个他被弹劾而更加support他 对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个现象 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是民主党的一个轨迹 就是而且民主党一直我们说的那个 你之前说的那个吹哨人就是那个爆料者 一直没有出现嘛 对吧 他们就会觉得是这个民主党在搞事情 对 所以就是对 所以支持他的人就会越来越支持他 就觉得是民主党的一个轨迹而已 并不是川普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 对是这么个意思 这样子啊 好 那我们对这个词差不多有很多的了解 这个事件也稍微谈讨一下 那咱们看看下一个单词也就是key key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我给大家再说一下 它可以是钥匙或者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那么我先 我们今天这个说这个key呢 出现在斯林今天说的新闻小片段里 所以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新闻小片段 好 尽管中美都已经宣布了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达成了 但是这份协议的内容仍然是不明朗的 据CNBC的最新消息 中美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农产品采购数量 川普在宣布达成协议之后 他还说中国将很快购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 路透社报道称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告诉记者 中国将在未来的两年 每年至少再购买160亿美元的农产品 到20年和21年 中国进口总额将达到近500亿的美元 那么包括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在内的野村分析师 在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 这种购买的规模似乎难以置信 而且中国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面 也不愿意提及任何的具体目标 尽管中美双方贸易协议已经同意签约 不过协议的重要细节依然不明 所以这个情况下 key是形容一个比较有关关键的事 比较重要的一件事 对 然后这个key呢 大家已经知道是钥匙的意思 钥匙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所以美国人就把这个钥匙 当成一个形容重要的事的一个词 好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词怎么发音 所以我先发音 然后Celine再来 好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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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Celine做得很好 好大是吧 对对对 嘴咧的必须要比较大 所以这个发音比较简单 Celine弄得也比较好 比较好 好 那么咱们用它来造一个句子 I'll switch to English for this portion OK so key is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so in American culture it's an actual key to unlock doors and it is also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yeah so in this case we can use it to form this sentence to tell everyone how important pronunciation i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OK so I'll say the sentence pronunciation is a key factor when it comes to speaking English pronunciation is the key to speaking proper English 到我了是吧 嗯嗯 yeah go ahead 有点紧张呢 是个 pronunciation is a key factor when it comes to speaking English pronunciation is the key to speaking proper English very nice here we use key as both a adjective and a noun so i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 word or it can be used as the noun itself yeah so that's about it for the word key it's very it's very simple so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go over it anymore 相信大家对Key这个词已经非常了解 非常了解 那下面我们来讨论讨论这件事吧 因为川普我觉得我鼠里说 他是在面对三个大事 第一呢他是在贸易协议中 这个贸易协议重要的事 他还没有说清楚听起来 对就是还有比较多的事情没有解决掉 第一个是一个关税的问题 反而关税的问题是中方一直都是希望能够取消 所有给中国商品曾经加征过的关税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川普上面的清单只是说他15号的关税不加了 那已经过去这个15号没有加 第二个就是说在9月1号 今年9月1号以后的那些加征商品 加征过的这些关税的商品关税减半 就是从15%减到7.5% 但是在今年9月1号之前 因为贸易战已经打了19个月了 就9月1号之前的那些关税还是维持不变 而且税率还蛮高的25% 明白 就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没有解决的不明朗的是 这个购买农产品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可能就是不太想去购买太大数量的一个问题 咱们上周说到500亿 对还是蛮多的 这个数字很大 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可能吧 是 那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这个条约 其实今天港没有曝光说有八大比较核心的诉求 那么底下就有网友说这个合约是不平等条约嘛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他们是想要签一个就是平衡的条约 最起码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明白 所以现在他们可能啊 中国方面也觉得就是不行 就是有点不太平等了 所以这个可能还再被修改一下对吧 对反正现在因为他还没有签成功 只是宣布说我们达成了 那比如说一些文本翻译的阶段呢 什么的都还没有再去确认 所以这是他们不明朗的地方 所以这个他们还得在这块就是work on it 对还在 那所以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川普被弹劾这件事 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对他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为他需要就是准备来抵抗 来defend自己对吧 对对保护自己 反正我就是觉得其实还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走到最后还是政党会保住他 对对对 还是希望保住自己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国会当中的地位 所以对很难讲 不过也很难讲了 就反正这一周也要出结果了嘛 就中议院肯定会通过的 参议院我们可以随后就是再看一下 对好 那这个是第二件事 那第三件事就是他还要竞选总统选择 他的连任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说 川普现在很想达成这个协议的一个关键 对啊 因为如果他这个中美贸易的协议他不签的话 那可能对美国消费者来说 这个关税最终还是 其实还是会回到他们身上 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 所以如果美国经济不好的话 就没有人投给川普了 反正在美国如果 你看想想如果我们自己的生计 在这个总统的领导底下 我们自己的经济都不好的话 那我肯定不会投给你的对吧 明白 对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川普现在来说 那你觉得这个三件事加在一起 他会不会忙不过来啊 是他其实是有点忙不过来 今天直播的时候 还有朋友就是还有朋友在直播间说 川普现在都要被逼疯了 一天发一百多条的推特 真是的 对 看起来他还不是那么忙 因为他还可以再发推特 他还可以发推特 对啊 那我现在就有点担心 因为他有三个这个大事在同时发生 那他有可能这个贸易协议谈不好 然后在那个弹劾也准备不好 自己的defense 然后这总统也可能因此竞选不好 没了是吗 对啊对啊 所以你觉得他是会这三个事一起做呢 还是他会一个一个来 或者是他会特别关注哪些事 嗯 其实现在消息比较多的 他自己本人比较关注的 我认为是中美贸易战 嗯 然后反正这个其实也不仅仅是关于川普自己的事情 还是关于整个美国的事情 因为对吧民主党其实他们肯定也是关注这件事情的 嗯 那弹劾案的话川普自己是被被动 就是被迫要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也由不得他说他就只能像是在被推着走一样 对啊 那至于连任的话就反正还是下年一年的11月 我觉得他可能连任可能来说还并没有那么太着急 因为时间点上面你看像中美的这个贸易战时间点就卡在之前12月15日 他不得不解决 哦 那么弹劾呢他众议院现在要投票了他也是不得不解决 那只有只有只有这个连任是等到下一年的11月份 他才不得不要去对吧出结果 所以他还是可以忙过来的 对 但是还是蛮头疼的了 反正说实话 对啊 那听起来这个还对川普来说还是OK了 对对他来说还OK了 还有时间发推特吗 对啊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多谢Celine同学 谢谢 也多谢在线的观众朋友们 天天看视频 英语没口音 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 拜拜